而凯米台风来时熊熊带来丰沛的雨量 在4月强震过后就怕山区土石松洞 金安商工所24号的上午就陆续针对了土石流 以及一淹水地区保全户进行全面撤离安置 希望能够确保乡亲安全度过风雨灾害的考验 4月份强震过后迎来灾后第一个台风 就怕山区土石松洞有酿灾的风险 金安商工所24号依照即刻启动防汛防灾准备机制 并集合各村长及相关人员 依需前往福星村、泰昌村、南华村土石流以淹水地区 广播后足以劝导民众撤离 接受工所收容安置或配合衣亲做好防护 哎呦,在当年后的山顶的头不知道怎么办 有啊,我们现在隔壁都走了 现在就跟我们去治疗这边了 吉安商针对我们台风来袭 在大雨、豪雨前来之前先请撤离我们 土石流灾害准备区 从泰昌的11户到福星的20户 以及南华的14户 总撤除户数是45 劝离到我们安置所以外 也希望他们能做医亲 那种西江撤离人数是106人 针对于东苍荣光溢淹水地区 我们的实际撤离数跟我们的户籍数 必须要撤离152人 所以我们希望落实在0403地震之后的第一个台风 造成的山上土石流的松动的程度 未预知的这样的可行性的一个状况 来做好最完成的准备 游淑珍表示 乡亲如果针对自己居住地有安全疑虑 也可以联系公所安排居住安置 以确保生命财产安全保障需求 同时吉安也提供幸福巴士安全接送 24小时通报专线03-852-3126提供服务 记者徐立晴吉安相报导